今天视频我们来看一台机械革命的笔记本 机械革命 型号未知 夸插 这个平轴怎么还裂了呢 现在的笔记本A壳真是越来越脆弱了呀 这个转轴很容易脱落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应该不是来修转轴的吧 插电 Walk电流这么大0.68 这待机电流不像待机电流充电电流 也不像充电电流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这边有个投影灯倒是能亮 看来应该是主板短路了 直接把它的主板给拆出来 是同方代工的主板 没有被修过的 一修机 拆开看一下 是8代的处理器 1060的显卡 几年前也是主流的游戏本配置 这边随便一测 3.3伏短路了 5伏没短路 CPU这边的一排电杆组织都正常 不过这个3.3伏短路有点 奇妙 它也不是完全短路 没有短的那么彻底 8 对地组织是8 看一下桥供电 桥供电也没短 那看来也不像是南桥问题 如果是南桥挂了的话 3.3伏和桥供电起码要一起短路 把这个贴纸撕开来看一下 也没有看到哪里有明显烧焦的地方 USB这边的数据线打了一下 USB的数据线都正常 看来南桥安然无恙 南桥并没有短路 那3.3伏去的地方不多呀 除了南桥好像只剩下一个EC了 烧个机看一下 这边接了一个烧机线 发现EC发烫 跟我意想之中的差不多 看来EC短路了 南桥没有任何温度 这个EC温度很高啊 那直接把它的EC给干下来吧 先给它的四周涂上那么一层焊油 直接把EC给取掉 EC拆掉之后再来测量一下 3.3伏的对立组织 看吧 EC拆掉之后立马就不短路了 组织也恢复到正常 OK 那下面的就简单了 直接给它换了一个EC 检查一下引脚有没有焊到位 看一下有没有空焊或者是联系的情况 都没有啊 再来测量一下 卧槽 这 什么情况 3.3.3伏又短路了 原来是9的组织 换了一个之后变成19 我仔细检查了一遍这个EC 引脚焊的都挺好的呀 夸擦 我去不会这个EC也是坏的吧 没这么倒霉吧 随手一拿就拿到了一个坏EC 没办法 我又给它换了一个又找了一个简版的EC 再换一个试一下 好 第二个EC也换好了 再来测量一下 好 终于3.3伏不短路了 不容易啊 35伏以及乔供电都没有短路了 哎呀 这坏EC真是搞死人啊 操电 看一下带机电流 OK带机电流貌似已经恢复到正常了 0.03 相较之前的0.68正常多了 但是按开关依旧不开机啊 夸擦 难道这个EC也是坏的 我得来测量一下 我测了一下主板的带机供电啊 发现电压都有了 3伏5伏都有了 桥供电也有了 看来EC已经工作了呀 桥的1.8伏供电和1.05伏供电都有 于是我又检查了一遍南桥的带机条件 我发现南桥的这个金正啊 32.768的金正 有问题 它的对地组织不对 两个脚 有一个脚是800多 但是有另外一个脚却短路了 这好吗 这不好 这南桥显然是有备而来啊 靠南桥的供电没有短路 南桥这种小信号短路了 虽然说是小信号 但是也很重要 没有这个32.768的话 南桥是不会工作的呀 其实测到这个位置 基本上可以判断南桥损坏了 这个信号线短路 和USB信号线短路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个信号 从金正出来以后 直达南桥 短路了 那么只有南桥短路 才会导致这种现象 好吧 EC坏了 南桥也坏了 哎呀 先得给客户报个价 看一下还修不修呀 这个成本有点高了 很遗憾 这个客户觉得花大价钱修这台老伙机有点不合算 所以直接放弃了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个南桥今天不换 EC的话 哎呀 这个EC也懒得拆了 没几个钱 留给下一个维修师傅吧 我估计下一位 换个南桥应该就能好